咪 走 請坐 各位同心 各位學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要講我的科技前 我先問一下 你們都有拿兩張桌 對不對 你們回去 你就去父輩 對 父輩 然後大膽你們家 他滅一個桌子這樣 一個桌子這樣 如果有朋友去你們家 你如果看到這個 你很容易會說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你們這樣的說法 比較好說 比較自然 所以這兩張比較重要 你們把父輩起來 比較不會壞 再來 你們不是有一本這個 對 我跟你講這本 天皇陛下聖誕祝壽團是 這本我們去日本 是 這個你可以留 因為裡面有日本也有營業 對嗎 你如果他有營業 日本人或是美國人的時候 你可以拿這個給你看 所以這本你可以留 然後還有一本 我們加上 尖閣群島的法理爭議 尖閣群島就是釣魚台 現在跟他熱門的這個話題就是這個 你現在看這個之後 你用你的意思來說 因為你現在要跟朋友說 是說這個有話題的 這個他比較疼熱 對嗎 所以這本你一定要看 然後依你的意思來說 這本也很重要 然後還有這本 台灣國際地位 他裡面就是在說日蜀美戰 台灣的地位日蜀美戰 所以你把它看一看 看完之後也是用你的意思說 譬如說你說給他聽 看他聽有沒有 你的認識 因為要把一個論述說出來 讓人聽有 你一定要用你的話題 不要用背 然後還有一本這個 紅色的這本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這就是我們的法律 所以這本你要一直看 這本是已經經過美國通過的 所以你這本一定要看 這本很重要 以後我們就是根據這本 好 這本漫畫 你可以讓 比較年輕的看 因為這比較有趣 小孩或年輕的 你可以用這些漫畫的方式 來讓他們接受 可能會比較好 還有你們有本一個美國國旗 對不對 最好你們回去的時候 可以把這支國旗插在你們島的外面 因為美國他是希望我們 家家夫婦有這個旗子都把它插出來 標示就是說 他已經進來了 你如果沒有插 人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的人 我們就是要插出來 插在家裡外面 這支 如果你們覺得你們裡面要插 你們可以買這種小旗子 因為小旗子 如果放在家裡 桌子上 朋友如果來 他也會看到 然後他會幫你問 問說你怎麼插這個旗子 你不知有話題可以說話 所以這小旗子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們蓋桌的工具 就是說你呈現出來 讓人來幫你問問題 這比較重要 今天我要說的這個科 是這個 要怎麼做一個領導者 這是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要訓練四千名 對不對 這是美國要求案 一定要訓練四千名 這四千名 都是領導者 你們有的人進來的時候 你會說 我怎麼做個老闆 我也怎麼看過人 我要怎麼做一個領導者 其實 所有的領導者 有很多模式 他的型態都不一樣 根據個人的特質 他先天條件有三種 一種就是說先知先覺 第二就是後知後覺 第三是不知不覺 這三種人 他是先天條件的決定 沒辦法 你沒辦法改變 但是你要怎麼知道 這三種人的分別 就是說第一種 先知先覺的人一定是什麼 你注意你的生活周遭 看有這種人沒有 他可以制定政策 譬如說這個事情要怎麼做 都沒有人知道的時候 他就想到要怎麼做 制定一套出來 制度還是政策出來說 跟人說就是這樣做 這就是先知先覺 你的周遭生活周遭 你看有這樣的人沒有 如果有這樣的人 你可以跟他介紹 民政策是最好 因為 我們台灣要起來 我們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材 所以 我們的任務要去發覺說 什麼人是先知先覺 這種很重要 因為這種人很少 第二種就是後知後覺 後知後覺 後知後覺也是很好 後知後覺就是說 先知先覺的人 制定這個政策出來之後 交給這個後知後覺的時候 他可以去執行 他知道要怎麼做 這種人也很重要 他就知道說 這什麼意思要怎麼去做 這就是後知後覺 這就是說 需要有人跟他講 他就知道 第三種不知不覺的是說 你跟他講 他也不一定了解 大部分這種人都是 處於這個基層 基層很多不知不覺 像你們現在家裡 如果跟人家說 很多人沒辦法接受 也聽不到 那大概都是在那個 基層的那個 不知不覺的 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 他的那個 智商的型態 他是處於在那個地方 這跟教育水準不關 那是說 他的頭腦的問題 個性的問題 你不知不覺的人 你如果跟他講 他不僅 不會去做 他可能再跟你說一頭 他會比較好 他可能反對你這頭 他覺得他會比較好 所以你如果在跟人家說話 你如果在跟他說 這怎樣怎樣好 結果他會說 那不好 什麼會什麼會比較好 一般 很多基層都會這樣 都會這樣說 所以你看 一個社會他要好 他要進步 不知不覺的人不能太多 要怎樣 如果這種人要怎樣 這種人我們只能誘導 誘導 就是說跟隨 跟隨著人家做 這樣而已 他也沒辦法去 去創造 但是你有辦法給他一點點啟示 你給他啟示說 要怎樣做 要怎樣做 他絕對不會接受 所以你這種啟發的方式 一定要委婉 我們像說說一個case 讓他聽 這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照那個意思這樣去想 想法想下去 你人家有辦法接受 所以在一個公司裡面 如果在開花 為什麼 你的層次越高 越高的主管在開花 時間很短 二十分就好了 但是你如果腳在開花 開一兩點鐘都開不了 因為雜音太多 沒有啦 這個要說這樣 那個要怎樣怎樣 都總不一樣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領導者 那樣多雜音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 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培養 如果你先天條件在哪裡 你知道你在哪一個位置 你要盡量去培養 那有後天的條件 可以來補足嘛 所以我現在說後天的條件 後天條件就是第一 你見識要廣 就是說 你旅行也好 看錯也好 報章雜誌 還是跟別人說話 所謂跟別人說話 就是你要找 比你更好的人來說話 比你更別的人來說話 就是你要往上找啦 你不要往下找啦 有的人比較強勢 就是都要找比較弱小的 那你不會提升 你一定要找比你高的啦 就是說他的智商 他知道的事情都比你多 你去跟他說話 那你才會有收穫 不然齁 很多人都怎樣呢 剛才要講風聽而已 他不要聽人講 對嗎 你如果往下找的人 都是要講風聽 他多厲害多厲害 你在講風聽 但是你如果往上找 你就是要聽人講話嘛 因為人有見解 有知道的事情 可以聽 可以學 所以這個學習 後天的學習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見識廣 你不一定是看錯而已 我覺得跟人的交談 這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齁 在你們的生活當中 你們有養成習慣 就說 喜歡找人家聊天 你們有這樣 你如果喜歡找人家聊天 去手看看我看有多少 對 這是對的 你喜歡找人家聊天 因為你有求知欲 你喜歡學習 因為你不知道他怎樣嘛 你會問說你是做什麼的 他就說說說 我們都當一個很好的傾聽者 都那些人請到說 你是做什麼的 你聽什麼 你就聽很多種 跟你不一樣的 對不對 你學的不是那個嘛 所以你的自視 你就會慢慢的累積 這不一定是看錯 因為你跟人說 對方式的經驗 他在說他的經驗 讓你聽 這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 有的人說 我要開一間店 但是他又開過了 這個時候 你就要去請教 人家開得很好的人 你店是怎樣開 你要去請教 人家的條件是什麼 你要考慮 你有沒有這種條件 你也要考慮 所以開店 不是看人家說 他很賺錢 也來開這個 在台灣很多人 他看店開得很好 我也要開這個 大家都去開 然後就 價格競爭嘛 就消價 對不對 所以做生理 你 要做一個生理 永久的事業 你就是說 我這台做了 我有辦法 留給我的下一代嗎 你如果那種想法 你開始做這個生理 一定會成功 你如果說 我看他很好賺 我也要來做 就是抓那個短暫的利益 這個比較不會成功 所以你看日本 還是美國 比較先進的國家 他們是怎樣大企業 比較多 因為他們要做一個事件 他不是看人家 這個好賺去做的 他是評估自己的條件 客觀條件 環境 種種 人力 財力 物力 這樣把它合起來 所以這個研究計畫 是很重要的 這個企業的經營 他才會永續下去 所以為什麼我們台灣 沒有 這大企業比較少 都很多那種小單位企業 對不對 就是說 我們不把眼光看很橫 你如果見識很廣 譬如說你如果想出國 你去看 為什麼他們這樣做 那這樣做 你請看 你的那個知識領域 就一直看 一直看起來 這是無形中的資產 這很重要 所以見識廣 這後天你也當培養 這不用就讀書 你後天就能培養 第二就是說 你的這個心胸要很寬闊 你會當容納接納 跟你不一樣的人 或是那個意見 或是不一樣的事物 因為畢竟 我們所知有限嘛 有可能他說的 有他的優點啊 沒有嘛 所以怎麼會把它融合作為 這樣你就多加一分 多加一分你的這個實力也增加 多加一分 現在多加一分企業界 在什麼潛能訓練啦 開發 能力啦 有的沒有的對不對 那也無非在跟你說 你要怎麼把你這個 能力再加一分開發 但是喔 如果只是方法 是沒有用的 你一定要讓他的內心 產生自發性的啦 我自己因為就是要這樣做啦 這樣比較好 所以自我的訓練喔 大於這個方法的訓練啦 好 這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是要容納跟我們 不一樣的這個意見 人事物都一樣 第三個就是你的果斷力 你要在很短的時間喔 決定這件事你要不要做 你不能猶豫不決啦 到底是不會了嗎 你下不了決定 如果你要面臨下不了決定的時候 有兩種情形 第一就是說喔 你的能力還不足啦 這個事情你沒辦法去做 那你就不要做 啊 第二種情況就是說 這個事是不可做的 所以讓你難以下決定 所以這種情形 你如果猶豫不決的時候 通常就是不要做 你一定要停止 不管他 他能不能賺喔 你不可以去打說 啊如果可以 就過關嘛 通常你這個情況 是不要去做的 這樣你就不會 面臨很大的壓力 啊 那個損失比較不會造成啦 所以所有的企業在做事情喔 他會決定說這個事情 他要做不做喔 他是評估 他有沒有那個力量去承受 他才會去決定 所以不是說 那個決定不是 秦菜給他下決定的 喔 所以這個果斷力 這是要怎麼培養呢 就是說 你不斷的遭遇很多的失敗 對不對 啊你變成失敗喔 你要記取教訓 你要知道說我失敗在哪裡 啊 去探討分析 那個原因之後 你下次遇到的時候 你才會過關啦 啊不然喔 你那個一樣的失敗 永遠會遇到 而且永遠會處在那裡 過不了關啦 啊 為什麼有的人過不了關 因為他不能面對現實啦 面對事實 有的人喔 比較不敢去面對就對了 那你你如果不敢去面對喔 你就沒有辦法當一個領導者啊 所以這個果斷力一定要 要解僱 第四就是說你的責任感 因為你下決定了 萬一失敗怎麼辦 你要承擔一切的責任啦 就是說你不能失敗之後 把這個結果歸咎給別人 因為你下決定了嘛 所以你要去承擔 就像說有些 像日本美國也好 有些政治家喔 他這個政策哪下錯了對不對 就要鞠躬下台 鞠躬下台就是標識去負責任嘛 因為你一個政策制度哪不對喔 可能會造成很多人的傷害 這是很嚴重的耶 這是比錢更嚴重啦 你制定一個政策這是不對的 你是害很多人的 比你去損失的錢更嚴重啦 所以你就要承擔這樣的責任啦 所以你要下這個決定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這個了 所以你看喔 很多成功的企業家 他在下這個決定的時候喔 他是要考量 他有辦法去承受的嗎 有的人沒辦法承受對不對 整個就垮了 所以蓋子那個就破產嘛 關起來嘛 就會產生這個問題啊 所以你要事先對這一種事情 你都有考量喔 你絕對不會發生這樣啦 因為決定在我們自己嘛 要不要做決定在我們嘛 所以你這個責任感 這個是一定要有的 那過來就是說 你的堅忍的毅力 很多人喔 遇到困難 一遍 兩遍 三遍 他就倒了 就沒了 那你看喔 很大的企業 還是國家的大政策 你要實行的時候 你一定會遇到很多的阻礙嘛 你不可以說好 好啊 遇到 那就不要做了 所以你要很強的毅力去支撐說 我要實行這一套政策的時候 我是要怎麼給他貫徹的 因為現在阻礙很多啊 阻礙聲音很多啊 要怎麼做 所以這種堅忍的毅力喔 是一個人頭做喔 最重要的 我說在裡面喔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堅忍的毅力啦 因為喔 沒那麼多人可以承受這個毅力啦 這個是 你一定要有超越自己 你才能做這個啦 好 啊 再下一個就是說 你EQ要高 EQ跟IQ不一樣喔 IQ是你的智慧嘛 啊 EQ就是你的情緒的控管 譬如說 雖然我們很聰明啦 但是我們剛才的事情 在跟人家開火講的時候 兩個就吵起來了 好 啊就吵得不歡而散 這種你就是無法處理事情 你會把事情越弄越糟 所以這個EQ喔 應該是說我們一般人喔 每天都會遇到的啦 譬如說你和他的接觸 你一個話語 你的這個言語 如果讓他覺得說 你不禮貌 還是說 你怎麼會說這樣 他是不是產生一個情緒反應 就說他可能不開心 那這樣子是不是 你們兩個的態度會僵硬會惡化 可能你們的結果 你們處理事情的結果 又不一樣了 尤其喔 我們這邊去日本喔 我們12月20號到20號去日本 我就看到很多這樣啦 就是說 我們跟日本人在處理事情的時候喔 你如果好好地說 結果可能不一樣 你如果喔 一劑啊 你如果劑的時候 說話就大聲對不對 那個語氣就不好 就說出來了 那結果就不好了 所以這個EQ的控管喔 我感覺是跟這個林老者 是必須常常要記在心裡啦 因為你每天在做事情 你一定會做到很不開心的事情嘛 你要怎麼消化 讓他覺得說無所謂 這是要很高的訓練啦 這跟你的生活經驗有關係 你如果平常是遇到越多事情喔 這樣的訓練越好 因為你會去解決問題嘛 那你如果沒事情 你永遠是在平順當中 你永遠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解決 所以我覺得各位 你如果說有遇到很多事情 還是說大風大浪 還是說很大的挫折喔 其實我覺得喔 上天應該是很照顧你才對啦 因為他讓你遇到那麼多的事情 就是要讓你去惡 你怎麼去處理 有的人不是啊 有的人是一生平凡 都什麼事情喔 風平浪靜 這樣這樣走 這種人喔 你如果 讓他到七八十歲的時候喔 萬一如果遇到 他得癌症啦 還是說遇到一個不好的事情喔 這種人會承受不了 因為他在一生當中喔 他沒有這個訓練嘛 他沒有遇到這個不好的 所以他沒有那個能力喔 去面對這個啦 所以我覺得說 你越早遭遇越多 不好的 那是好的 在你的一生中是好的 所以我們一個人一生中喔 你一定要去去 去遇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這才是重要 所以你那個EQ 你比較好 再來下一點喔 我們做一個領導者喔 最重要的 培養文化的氣息 譬如說喔 有的人很會賺錢啦 但是出口就三字巾啦 還是說 說話很糙漏的啦 我跟他講喔 這樣的人 他可能一時短暫時間 他會賺很多錢耶 但是你長期的這個維持當中喔 他可能在後面喔 有辦法承受 因為喔 人 內心的那個 靈性喔 他是要這個 文化的熏陶培養 在他們裡面喔 你的人靠一個彈性 不然你如果 不知道要用什麼方式來面對啦 就像說喔 文化的氣息有什麼呢 譬如說 藝術啦 音樂美術 這種的啦 還有宗教也是啦 還有你去旅遊 還是說你很喜歡看書 還是說你很喜歡學東西 這都是一種文化氣息的培養 為什麼一個領導者喔 他要有這個文化氣息呢 你有注意看喔 你給他看的 世界各國 或是說每一種企業主 那個老闆 你給他看 大家都不一樣 你就可以看出說 他這個人有沒有文化氣息 帶在裡面 他的形式風格就會不一樣啦 這個文化氣息是代表什麼呢 你這個人你的修養跟氣質嘛 齁 所以我剛才說的齁 你藝術也好 這麼多那個大老闆 齁 有的是 他不僅是畫家 也是音樂家 齁 也很賺錢 都很賺錢 因為 一般齁 他如果EQ很高的 還有這個智商很高的 他大部分是各方面都會的啦 不是單一行而已啦 只是說 他呈現出來 可能他是做生理 但事實上他其他是會的 齁 那一般 這就看能力嘛 有的人是畫家一種而已 有的兩種 三種 四種 都不一樣啦 齁 所以 我不知道你們看電視也好 或是說看報章雜誌 你們如果看到那個 在介紹 某某人在某一行業是很超越 或是說跟他成功的 我感覺你去給他看那個文章 看他怎樣 因為每一個人成功的因素都不一樣 你也可以依你自己來比較說 你是比較屬於哪一類的 你就知道你要怎麼做 所以你一開始你不會做的時候 都是模仿 譬如說他的個性跟你比較正 你就知道說 大概他是怎樣做是成功的 所以開始都是模仿 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你才會創造 因為這種一般農事差不多就這樣 除非他是先知先覺 他一個人就知道要怎樣 這種人是比較少 尤其在這個文化氣息的培養裡面 最重要是宗教 你有覺得我們台灣宗教很多種嗎 其實你一個國家他要強 宗教不要太多種 因為你宗教太多種 每一個宗教是不是有各自的領域 他說他會好 你說你會好 大家都說他會好 你要怎樣 你宗教跟宗教之間沒有派別呢 他太多的情形 他不會認同你嘛 你也不會認同他 所以宗教會造成戰爭 像十字軍東征 宗教真的會造成戰爭 所以我是覺得在一個國家裡面 宗教不要太多 因為齁 所有宗教是都教我們好的 就是說叫我們做人 要怎麼做人對不對 是好的 但是我們不要為了這樣 造成很多派別 就宗教就是 尾就是這樣分出來嘛 譬如說本來一個天主教 又分一個基督教 然後又分這個信教舊教 然後又有摩門教 約合法見證人 譬如說佛教裡面 又分道教 阿佛教裡面 又分很多種 就是於他的心 他對一個 他創造一個 一個宗派出來 是很多很多 會創造 你是人家分的 不是說宗教本身就是 其實 這個宇宙之間萬物的神 其實只剩一個而已嘛 他這個一個 因為你是不同的人 就取不同的名稱 所以很多 像是在基督教裡面 有的也有看到 佛教的 佛教那個神的形狀 在這個佛教裡面 他也有看到 基督耶穌來到那裡 所以那標是說 其實神 祂是 幻化各種不同的形象而已 其實祂都來自一個而已 這樣一直分下來 看就看你 你人要怎麼分 所以我才說 宗教不要太多派別 在這個文化氣息 你像說 世界都知道 達賴喇嘛 算是很有名的 他本來在西藏 現在流亡到印度 德蘭沙拉 本來 西藏這個達賴喇嘛 他是政教合一 政治宗教的領袖 然後他流亡到這個印度來的時候 他的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他就覺得說 他西藏沒辦法獨立了 因為已經 美國已經跟他說 你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還怎麼化獨立也不行 所以他因為這樣 他把政治宗教分開 他政治 他就讓他的一個 孫子來繼承 他的宗教就是選一個大寶法王 現在都在印度 你去看 達賴喇嘛 他在全世界為什麼一直走 他尋求的是什麼 他是很弱小的國家 他還要讓中國打壓 他是流亡到印度來 所以他當然很弱小 他希望世界各國援助 所以他在這個德蘭沙拉的時候 他的租金是美國給他付的 他是正在流亡政府 他尋求聯合國的保護 所以美國給他付這個錢 然後他裡面建設道路 那什麼有的沒有 是印度給他建設的 所以你要想看看 他這麼一個弱小的國家 他有辦法尋求這麼多的資助 再來我們上市去的時候 他們注重教育 像幼稚園一直起去到大學 幾乎都政府培養 因為他們的人口借 他們現在有什麼 西藏給你打壓 像近年來說 他西藏的人不都自焚 為了反抗自焚 他們那麼多婦女 都走來德蘭沙拉生小孩 生小的放著 國家給他培養 他再回去 這個就是這樣 他想要留他國家的根 還有這個文化 他在德蘭沙拉 他規定他們的人民 藏語都要講 彼此在焦糖 你一定要說藏語 因為世藏 英文是一定要教的 英文和中文都在教 他們還有自己的藏語 他們有他們的書 藏語這個書籍整套都有 他們就是 知道說他們弱小 所以他們注重教育 所以我們這次去的時候 他們很強在翻譯 譬如說 我們現在說中文 讓他聽到 他媽最旁邊的人 可以翻英文和藏語 那個速度很快 這你就可以看出說 其實你如果有心要培養 是沒有問題 一個國家的人民 你要同時學兩種三種語言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就為幼稚園加工 他就整個都 就是很自然的學習 所以語言當然你是越小 學習越好 什麼說呢 因為我們的頭腦 那個記憶體的部分 很多種 你如果年會越多 你這個記憶體 他也不靈活 所以你會覺得說 怎麼都記不起來 不是你不夠聰明 是因為你很久都沒有幫他用 你沒有幫他用 他就會停頓 你如果因為小時候 一直幫他用 一直幫他用 他就很容易接收 所以年會大也不可以訓練 他有一種方法 可以讓你開啟 這個記憶卡的地方 所以現在就有一種方法 你看 這個達賴喇嘛 他勝利王政府 去到那裡 去到印度 你看 他們很渴難之下 他們還在注重他們的文化 教育 要怎麼讓他們延續下來 這是全世界落後國家裡面 很少的這樣做 所以你看達賴喇嘛 走遍全天下 他每到一個國家 都很受到尊敬 因為他過去是一個 政教合一的領袖嘛 你就能看到說 世人對他的那種推崇 真的是不一樣 不怪他那個國家 他的人民 很好管理 所以你就知道說 宗教的理念 在影響一個人 他的力量會大於政治 所以為什麼宗教會戰爭 所以這個我們的文化氣息 這個宗教的部分 我是覺得各位 你要用這種很理性的方式去探討 有的人會怕說 我接觸宗教會不會是迷信 其實會迷信的人是怎樣的 他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不知道他現在信這個宗教是要創什麼 到底是怎樣才會這樣 他就對人拜 對人就是說 他這樣我也對他這樣 這樣你當然是不能夠知道你在做什麼 但是宗教的本意是好的 他是要幫助我們人類心靈的提升 重點是這樣而已 沒有太多其他旁之的那些附帶添加物 所以你能夠回到原點 知道說宗教就是這樣 你絕對不會被騙 因為宗教他不會牽扯到錢 金錢 你牽扯很多金錢的時候 當然就要了解你在幹什麼 為什麼要做這樣 通常是要了解一下 要不然的話 宗教都是好的 所以我們不要被宗教主宰 我們是要主宰 我到底要信什麼宗教 這是比較實在 所以一個領導 世界各國的領導者 他一定有一個宗教信仰 他那種是精神的寄託 他如果要超越巔峰高峰的時候 你精神的寄託如果沒有 你很難很難超越 因為精神層面的東西 不是物質可以強過的 當然不能說物質不重要 其實物質跟精神並重是最好的 這是最健康的 但是物質沒有辦法超越精神 就像說我很多錢 但是我很多錢 我也不能買我的快樂 但是你很快樂 你不一定要很多錢 這是到底是這樣 所以一個領導者 可能你不知道 很多國家的政要就是那個領袖 有的人說做一個裝作很簡單 他就出來揮揮手 走一下怎樣就好了 其實不是這樣 一個國家的領袖 他面對壓力是很大 他的決策 要做什麼都要刻意 如果做不到他就要負責 所以一般一個領袖壓力是很大的 但是他又不能呈現在表面 所以一般的人是看不出來 所以一個領袖是怎樣 旁邊要很多智囊團 要很多人幫他 要怎樣怎樣 因為他一個人是做最重要的部分 其他就是旁邊的人要幫他做 這才是一個團隊 所以今天請大家來這裡受訓 有這個當一個領導者 你就要知道 你假設你是一個領導者 你以後你要有什麼團隊 你有什麼團隊 你要想 所以你如果想到說 我有一個團隊 你要怎樣做 你那個架構就會出來 那個組織的架構就出來 你比較不會都想到自己 很多人 他會比較有自私的想法就是說 他沒有想到說 他在做這項事情 是跟大家有關係 其他人都有關係 不是剛才你一個人 就像今天 安民政府一樣 我們要讓台灣好 要起來 不是只有靠我們四千位 只不過說 我們來訓練四千位當主管 你呢 你如果也要發展你的組織出來 就像一個政府單位裡面 他也有很多幕僚 你要怎麼去做 這就是你們現在開始去想的 我們現在只是給你一個啟發 有的人說 那我也不會做啊 如果你如果覺得你不會做 沒關係 你總是會看 你看人家成功的例子是什麼 你要問嘛 你要問說 那為什麼要怎麼做 那要怎麼做 你就是要多問 所以我們做一個領導者 成功的領導者 他說實在是比較辛苦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台灣要起來 沒辦法 我們要靠大家 大家就是說 每一個人盡一個力量 譬如說你如果說 你一個月 你介紹10個人換新聞政 大家都介紹10個人換新聞政 所以不是很快 台灣很快大家就換新聞政 因為美國是跟我們說 我們想不到要有41萬的 這個換台灣新聞政過了 他才能夠對我們怎樣 把政權交給我們 這是基本條件 我們的任務就是 趕快出力宣導跟我們說 趕快換新聞政要而已 其實有的人會怕 換新聞政會不會影響 他現在的利益嗎 很多人都怕這個 這是因為他沒有了解 他才會這樣 你們就是要了解 改遍讓聽 把他這個心中的心結解開 要接受 通常他不會接受 就是說 他那個心結沒有打開 他也是又想這樣 所以會怕 所以為什麼要叫你們說 的資料要看 要看比較多 尤其你們要看網路的 看的人去哪裡看不 裡面有很多 說實在 那些資料是看不完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我們自己 動作一台電視台 不要説電視有報 還是報紙有報 每個人一個電視台 你就是跟他講出來 你就是很多人知道 你做一個領導者 說實在 他的方法是什麼 第一個 像民政務來說 你法理一定要動 對不對 你比較有辦法說 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溝通能力 就是說 我這個事情我已經知道了 但是我要怎麼用我的嘴 說出來 這個表達能力 要讓人聽話 你不用說得很高聲 你能夠了解那個意思 以後 用更簡單的話 說給聽 如果聽話就好了 不用很高聲 第三就是 你最後要懂得一點 人的心理 心理學 譬如說 我們一生中 都過那麼多人 你想不到也知道 這種人是怎樣 這種人是怎樣 對不對 稍微要有這種嘗試 這也 也可以跟人聊天 來探討 心理學 第四種就是 你如果這件事 簡單的事 重複的做 你就是專家 現在你要開始 講這個法理 對不對 沒關係 你秘書長的錄影帶 我們的幫助 你一直跟他聽 一直聽 你同樣一個 他一直跟他聽 聽到最後 你可以說的時候 你就會成為專家 因為剛開始我們也不會 也不知道這個法理是什麼 我們也是從不知道進來 你一直聽到 聽到現在 你很多 你已經學很多了 你就會跟他融會貫通 講 你會用你的方式 融會貫通 跟他講出來 那你當然就是專家 就像秘書長 他今天研究 在討法理 他就是每天一直研究 研究到最後 他就是專家 所以很多人 不知道專家怎麼產生 專家就是 你每天做一樣的一項事情 一直做 一直做 去做到法家說 這個技巧在哪裡 你就是專家的啊 所以 人家是這樣 訓練出來 所以我 我覺得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專家 看你在哪一個領域 所以這個專家是 不是很困難 那再來就是說 你要有關心別人的心 因為這樣做民政婦 這個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 你會去關心別人 你不才會跟人家說 對不對 你才會把這個訊息 分享出去嘛 不然你不會說啊 所以我們那個 關心別人的心 就是說 我們希望 我們好 別人也好 那種心 那種心 要常常有 你才會說得更自然 不然你一定會想到說 我講出來 他不知道會相信嗎 你那個問號就會出來 所以我們如果有關心別人 我們不怕說 我們說得好到壞了 我們就一定會說 因為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也說得不好啊 但是我就是敢說 就能說說說 說到壞了 我們就是要說 對不對 所以講不是問題 因為你一直說一直說 每天一直說 你就會發覺說 你要怎麼說得更好 你自己就會想出來 因為 這種事情 人家跟你講是一個技巧 但是你自己要去練習 你講講講 講到背後 原來是這樣講 這樣 你能夠體會到那個竅門 我跟你說 你說差不多 很多人會跟你接受 因為齁 你是由心而發 講出來嘛 還是跟你的體會 有關係嘛 你體會幾分 你講出來就是幾分 人聽的人會去感受到 所以你有感覺嗎 為什麼有的人說話的人都要聽 有的人說話的人都不聽 這是有差別的 所以齁 如果要成為一個很好的領導者 首先你就是要聆聽 你要聽 聽別人說話 你不要搶著講話 你要聽聽 這個聽 你都要聽一聽下去 我告訴你 你會有所體會 專家也是這樣產生的 在裡面這樣 所以你看 很厲害的人 他不會隨時隨地在講話 他不會這樣說話 因為他是聽 他先聽 聽一聽 他需要講的時候 他才講 所以我們要訓練一個很好的領導者 他也是這樣 這後天就可以培養 雖然我以前說先天條件有三種 但是後天那麼多種 你要做到一種都可以 所以後天很重要 因為一般我們是後天的人居多 所以要怎麼用後天的方式去 去培我們的不足 這就是很重要 因為人的需求 我告訴你 基本需求就是食衣住行 這世的你如果都沒有問題 你才有辦法說我要去關心別人 你如果說食衣住行 你都有問題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我就吃不飽了 我要怎麼去關心他 所以最起碼 要怎麼讓我們自己的食衣住行 沒有問題 這基本需求 次要需求就是說 我會談到育樂 育就是體育方面 遊樂方面 育就是去製造一些比較快樂事 育樂 如果你可以兼顧到育樂 說實在你這個人會很樂觀 一般樂觀的人 他說話就是很順 人比較會接受 因為樂觀的人 他看事情比較不會說 譬如說 明天會會樂好嗎 他會說明天會樂好嗎 我就不可以處理了 這是比較悲觀的人 會這樣想 如果比較樂觀的人 會說我想明天會不會樂好嗎 他會先預定一個目標 那是不一樣的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 基本需求 次要需求 你都沒有問題了 你才會去追求 一種成就感的需求 你看很多人 有錢的人 為什麼要去關心別人 我捐多少錢 孤兒院 育幼院 什麼 因為已經有了 他會想說 要去關心別人 因為就是說 別人有被需要嘛 他是孤兒嘛 他被需要 我幫助他 這是被需要 需要是什麼呢 有的人 他追求這個成功 成就感是 希望成功 受到很多人的肯定 他需要的這種肯定 也有 這都是你在後面 他的成就感出來 所以我們一個人 你一生中 你要怎麼做 開始算成功 他是有步驟的 如果我怎麼說 十一助行 娛樂 跟你這個成就感 你如果說 你一生中可以走到達到成就感 這個地步 其實你這一生 就算很成功 因為你已經想到 要幫助別人嘛 你所想的就是關心別人嘛 要怎麼來 大家比較好的嘛 你已經走到這裡 你不是為自己嘛 這種人 在社會上是比較成功的 那有些人比較自私怎麼辦 比較自私的人就是因為 他有某些方面的需求 還沒有滿足 所以他比較执著的 他要去那裡 他要追求他的需求 所以他的自私感會比較出來 但是如果他這裡都滿足了 說實在 人 人 要讓他不自私也不困難 你就讓他各方面都滿足了 就會不自私 所以 自私的人 我們就想辦法讓他滿足 他就會變成不自私 這是比較簡單的道理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你若是一個領導者 你看事情要怎麼看 譬如說這個是負面的 你就要想我怎麼把它變成正面 那你就好了 這個事情就解決了 很簡單的 就像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要起來 要靠很多人的力量 跟大家說 要怎麼換新聞情 對吧 這是我們正面的嘛 但是有的人會想說 欸啊 我如果換這個新聞情 不知道讓他抓去嗎 我的十八拍也沒有去嗎 我的利益也沒有去嗎 有的人就想這樣 他為什麼會想這樣 就因為他這個人 比較沒那麼樂觀 看事情比較沒那麼樂觀 因為 我們犯身分證 就算說不成功 你也不會怎樣 他也不會把你抓去嘛 你的十八拍也不會不會 因為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在發這個十八拍 這是之前的政策嘛 他不會因為說 你現在參加台灣民政府 你這個取消 沒有這一條啦 因為他取消你喔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也不可能再留在台灣嘛 所以他處理你這個 沒有什麼經濟效益啦 他不會針對你的十八拍來處理啦 因為美國要他走的這個條件 跟這個沒有關係啊 所以大家不用怕這個利益消失啦 買 只要說喔 你換台灣民政府的身分證 你以後才有保障嘛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 你們這兩天有聽到嗎 這個沒有 如果你沒有換我們 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的身分證喔 醫療美國的處罰 是四十萬元一塊耶 這你們有聽到嗎 對不對 你看你要不要賭這個啦 就是說 你身份證你都賣完 啊 執政之後 你看你要賭這個嗎 你如果有錢 你可以賭賭買 四十萬元一塊 就像以前他們沒有四萬元一塊 你想看看喔 如果你夠聰明的話 這個你怎麼不會投資啊 因為你如果要抵抵 你不要剛才賭一個啦 你民政府這個你也壓下去嘛 他就算失敗也不會怎樣啊 這就是說你要有智慧去想這個事情 就像說你在買股票基金一樣 你們有可能說 從頭到尾都買一間公司的 有可能嘛 你一定會組合嘛 我要這個還是那個啊 這個一樣啊 你要用投資的眼光去看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個領導者齁 你如果不要投資齁 你是要怎麼組織啊 你要怎麼管理 這個就免談了啦 所以要有投資的概念啦 所以將來如果要起來的時候 我們對這個主管 我們也會有集訓 最少有三個月集訓 現在在跟你們說 就是說你除了法理動以外 我教你們怎麼 要學這個人 因為現在開始在你的生活周遭 你要增加你的觀察力 譬如說你去百會公司也好 你百會公司你覺得說 為什麼這間百會公司的生理那麼好 是好在哪裡 他是不行的東西 他的商品是怎麼擺 他的人是什麼年齡層在擺的 他裡面的環境是怎麼 這個是你考量的因素嘛 因為你是一個領導者 你這個所有的條件 你都要考慮進去 你就這樣練習 你去百會公司你就這樣 你如果外面的交通 你在行進交通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如果你是特交通工業 你會想說 現在台灣的交通這樣 是要怎麼改善比較好 你就要去想 現在我們希望你能夠去想 因為現在還沒執政 但是你就要花那個時間去想 你也不用覺得說 我年會那麼多 可能不適合了 不是 你要想想起來 然後以後年輕的如果進來 我們這個意見的交換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嗎 一個國家他建設要好 他不是一朝一夕 就像人家在說 羅馬是一天造成的 他是要累積 但是我們有一個好處就說 我們可以吸收別人的優點 強項把它抓過來 減少我們的時間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 像說新加坡什麼比較好 我們把它用過來 日本什麼比較好 美國什麼比較好 歐洲什麼比較好 我們可以拿過來 但是抓過來不是照抄 因為民族性不一樣 你是一個領導者 當然你就要去判斷說 我這個抓過來之後 我要怎麼呈現出來 就想說 一個發明家 他是用這些物質 來發明一個東西而已 對嗎 創造出來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要愛的是這個 所以是為什麼 日本人很厲害 日本人現在高科技的零件 是全世界最強的 比美國更強 美國跟這些高科技的零件 都是日本人做的 因為日本人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敗那個慘痛的經驗 他們 就是很痛盡思痛 所以他們就是發展 他們這個高科技 尤其是他們的汽車工業 他們的汽車 是全世界不太好 雖然說德國的車也很好 但是日本人很厲害 很厲害 他的車 因為他的車 他會考慮適合不同國家的需求 所以 你是什麼環境之下 你就會去尋求 像說日本 東京來說 關於東京一個人口的 我們在台灣的人口 你看那多密集 你要在很密集的地方生存 空間很小 他們住在東京的人家 都很小的地方 我跟你說 差不多這樣 跟窗戶這樣 這樣就住在京廚 也沒有這樣 這間廚裡面住在住 住在住在住 很多東西要擺進去 所以他們的 置物性的東西 他們就發明很多 層層 大小的 一直跌起來 要怎麼去節省空間 他們就發明很多這樣的東西 節省空間的東西就出來了 一個小的空間裡面 他就可以一個家庭生活 結果他來台灣看完 他說 你們台灣的家 都這樣看 一般家庭的看度 都比他們看 所以他們的思考模式 就很密集 像你跟日本人做生理 都是三四五月前要用 或是一兩五月前 然後時間 約三點 你可能兩點就要搞 就是說他們對於那個精準度 抓得很準 這就是要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他國家的 這個人民跟這個東西 商品的設計 你都會覺得 節奏很快 像前幾天我們去 我們坐地鐵 去別的地方 你知道嗎 那個密集度 比我們更密集 那個速度 比我們更快 走路的速度 你會覺得說 每天生活在那個環境之下 一個人一定很緊張 所以日本人 他們的上班 為什麼說 我六點下班後 還沒回去 他們要去紓壓一下 去喝酒 或是去做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生活 壓力很高 我給我看 有學生就這樣 他們的學生 都這樣乾時間 所以他這個民族 難怪他會常常發明東西 因為他很密集 他要超越別人 他就一定要發明 他才會超越 所以難怪 他創造很多東西出來 像我們這邊去 參加一個企業團體 他那個企業團體 是怎樣的 你們大家都老闆 你們公司發明什麼 都拿來 然後我就來說明說 我怎麼研發這個東西 怎樣 四五十個老闆在這裡 好 說完了 他們為什麼要互相交流 就是說 有可能你會買我的東西 我會買你的東西 他們會這樣交流 還是說創造說 什麼人他需要這個東西 他會給你介紹 他們的企業是這樣在生存 你也知道 日本的經濟 也落後太多了 旁邊台灣還比較早 這個經濟恐慌 但是它是怎樣 有辦法維持到現在 就是說因為經濟恐慌當中 它並沒有退步 它也沒有說 懶散下來 停頓什麼都沒有 它那個速度還是照常 所以他們發明的東西 還是很多 一直在出來 一直在出來 所以 日本這個國家 他不用怕他沒錢賺 他就拿去國家買就好了 所以很多台灣的人 為什麼很喜歡買日本的東西 因為他們都有研發 他們那 我不要說 譬如說他今天 如果創造一個杯子 這個杯子長相是這樣 但是他不會說我研發一次就好 他會針對這個杯子 我第一次研發這樣 他要繼續對他研究 第二個產生三次 一直產生譬如說六個出來之後 他會說 好下去銷售 這六個哪個最強 那個最強 那個就跳出來 所以他們的研發 不是說一邊就停了 是很多種 然後處理 是那個市場 看哪個最好的 所以你如果 在日本要買的 那些小行的小行的小行 它是很多種的 連那裡那個觀光地點 光是一個鑰匙圈 好 就整間都是鑰匙圈 會設計 所以就是說 他那個民族喜歡動腦 我們台灣人比較喜歡模仿 過去 他不喜歡動腦就是模仿 所以我們的經濟 我們為什麼沒辦法走到一個高科技去 我們人 比較不想去 走在前方去衝 但是現在有慢慢改變 台灣人有慢慢改變 因為環境的關係 如果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都不改變 維持原來流亡政府 這樣下去 我們將來一定比菲律賓更差 這是可以預見的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現在起來 是應運這個很恰當的時機 讓我們台灣一個機會 可以改變 所以秘書長是說 以後我們台灣就是精緻農業化 因為我們有很好的出產 要怎麼來包裝來生產 我跟你講全世界的人 如果基藥知道台灣 都很喜歡台灣的農業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嗎 因為台灣的農業是一年四季可以生產的 這些國家他不能這樣 但是我們台灣的氣候 竟然可以一直生產 我不知道你有這個感覺嗎 你如果有做農的 應該有感受這個 為什麼過去的台灣農人賺不到錢 因為政府沒有輔導 政府沒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來輔導這些農人 他們有一個很好的管道 這是國家的問題 如果說我們國家很強 知道怎麼樣來幫助人民 我相信我們台灣不會走到今天 因為我們台灣本來就是一個 物產很豐富的地方 但是一直破壞 比如說你突然一直用農藥 一直破壞 還是修根都不需要種 為什麼後來有修根政策 這也是中國人用這個方法在害人的 他希望我們都不要政策 都將來幫他買 對不對 所以這個修根制度就下來 所以在很早很早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力量就滲透進來 其實我們台灣人比較單純 他不會去想 台灣人對政治不敏感 你如果你話說 他就很敏感 你一個政策 這個稍微改變人民就會問 但是我們台灣不會 你政府一個政策出來 他只要跟你解釋解釋 人民就沒有聲音了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因為台灣四百年來 都沒有說真的台灣人來管理自己 現在好不容易有這個情形 我們可以管理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把我們台灣人的心 把他叫起來 讓很多台灣人知道說 其實我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變成一個很強的國家 你看新加坡那樣長 他就有辦法成為世界貿易中心 香港那時候也很長 他也世界貿易中心 那要怎麼創造 那個只要政府加以輔導 他就是可以創造的 不用說你國家就要很大 不用 人比較重要 所以他全世界都在研究 說新加坡那樣長的國家 他到底是怎麼做起來 很多國家都在研究 所以李光耀很有名 全世界他很有名 雖然說他那樣長的國家 你看中國那樣長 但是你們現在說看看 你要舉出中國強項是什麼 想不起來了 他那麼大的領土 到底他強在哪裡 他有什麼東西可以炫耀的 真的是說不出來 但是我們台灣雖然很小 但是我們都讓全世界知道 我們物產豐富 他們都知道我們物產豐富 一年四季都有水果 只是說我們不會 要怎麼包裝 行銷 政府要怎麼輔導 我們沒有這個配套措施 如果我們有這個配套措施 我跟他說 我們台灣很多人都很有錢 每一個環都可以賺錢 譬如說好啦 他是種水果的 水果種起來之後 他做包裝的 給他包裝對不對 你行銷你在賣的 他就給你賣 是不是這三個都賺到錢 這就是行銷配套 你這個較先進的國家 他就是這樣 但是你台灣政府沒有輔導 所以人民不會這樣 所以這很重要 像前一陣子我們在日本 有遇到的 也是比較多的國家 什麼斯里蘭卡 非洲的一些比較小的國家 人家現在也招出來宣揚說 他們國內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外國的 現在全世界 他都是走出來 尤其是台灣 他是海島國家對不對 你海島國家一定要做貿易 你一定跟貿易有關係 你沒有走出來是不行的 所以你跟全世界的觸點很大 所以我們台灣說實在 是很好賺錢的 那是因為目前 我們中華民國地方政府 把我們的制度 創成這樣 讓我們人民沒辦法而已 但是我們是可以改變 因為我們台灣人 我們受的教育也不低嘛 普遍來說 我們現在台灣人都有受教育對不對 所以這個要再翻身是容易的 我們台灣人也很多人 博士碩士的 很多 這不是沒有 但是 教育很重要 所以我們台灣民間府起來了 我們要用20年的時間 改變整個教育 就是從根改變起 他們過去的社會教育是 中華民國那頭對不對 但是那頭我們覺得說不行了 我們現在整個都要改過 就是20年 如果你現在70歲 你90歲你就可以看到 你現在20歲40歲就可以看到 我講的整個改變是 讓你覺得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人種也會改變 你像那時候 日本 二次世界大戰前 他們的人很會 但是最後 你現在看他們的面 跟身材都不一樣 因為他們就是交流了 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人種 我們的血統要改變 那你血統越改變 智商是會提高的 人會比較聰明 比較有那個智慧 這是好的 因為你跟越遠的地方通分 是越好 他的血統比較不會太近 所以將來我們台灣 一定就是會這樣改變 像美國建國差不多200年 他就走到今天的程度 我們比較開始而已 對吧 所以我們開始 就有現在這個程度 是會比較快 我們現在要起來是比較快的 所以大家要有這個心 就是幫助 讓我們人民更換身分 因為美國的條件就是說 你是本土台灣人 我才要幫助你啊 你如果是中華民國的 我不需要幫助你啊 就有這個關係在 所以你要證明你是台灣人 就是換那張身分證而已 再來以後可以怎樣 拿這張身分證 你就可以直接 去美國跟日本 不用簽證 因為我們視同他們 境外的國民 因為日俗美戰 日本天皇領土 美國佔領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好處 然後你要再到其他的國家 美國將來會發給我們一個海外護照 這個海外護照 視同流球 還是說葡萄利哥那種的 美國如果搞的地方不用簽證 我們就是不用簽證 所以我們這張 是不是比中華民國去中口 這張你都不用花錢買 你現在要去簽證 辦中華民國去中 花的錢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的人民 你要讓他們增加這個知識 你要接觸外界 媒體多接觸 電視多接觸 三明月都要知道的 比較多 這樣他來聽這個話 他比較聽不懂 一般他聽不懂 就是說他比較封閉 他的資訊是封閉的 所以他聽不懂 所以我們現在要跟台灣人說 你要開放一點 你讓你自己的知識更開放 人說讓你聽 你不要一個人就反對 因為畢竟很多先進的國家的人民 他們在接受新資訊 是很快的 也知道說不會到不 在很短的時間就可以決定 但是我們台灣人 一般會比較猶豫不決 就是說 你沒有培養這種知識 你如果平常在培養 我跟你講 這個國家一定會快起來 因為一個國家是要靠每個人 不是一個人而已 所以今天 現在我們會請很多人回來 來台灣民政府上這個課 其實是要給大家知道 我們台灣就是要改變了 明年度很快 你們現在比較知道而已 但是明年度你看到6月30號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不一樣 因為31號忘年會秘書長要說很多事情 讓你們聽 讓你們知道現在進度到了 你如果進入狀況的人 你會緊張 明年就很快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加快速度 跟大家說來換這個新聞講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這樣 我是